- 没有问题,这一期视频给大家带来一把顶尖高手之间的这个蒙苏对决 这一马呢,咱们在站网开了一个房间 叫做大合合拜,未尝击拜 那正好啊,打着打着呢 就把长龙啊,我龙哥给调过来了 那必须啊,过来跟他操作一下,对吧 他高进房啊,我还在那问呢,你会吗 啊,结果啊,没有按照剧本来走 就只说了一个,我很猛 啊,那我们啊,就来玩一玩,是不是 好,你看,我们在开局啊,通过操作 把对面的狗啊,给操作出来 好,你看,这一波我们的狗 是不是就看看能不能有机会 看到对面家里的视野呢 哎呀,来了个履带车,赶快走啊 你看,躲在树下面,他压不到我 再躲树下面,哎呀,没有躲下来 但是你看,我们是不是拖延了对手履带车 很多的时间量,哎呀,躲树下面 哎呀,还是被发现了啊 好,但是我们的这个昏雄坦克啊 其实本来我们是打算守在家里面的 结果他的这个小防控呢 你看,小防控直接跑了 很明显啊,他也知道 哎呀,我们的狗被我们的狗 拖延了很久的时间 他现在啊,再过来探路 肯定是探不到了啊 好,那我们呢,就跑过来准备搞一下 对手的这个小防控 但是对面的大犀牛已经造出来了 咱们的这个报纸啊,也就被对手给干掉了 对吧,不过啊,这一波 咱们虽然说啊,被对手给干掉了 但是我们也不亏啊,对吧 咱们这一波啊,用了700块钱的坦克探的图 咱们本来啊,也是要照文中原来探图的 好,过来炸一下对手的防控 咱们这一张地图啊,玩韩国 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过来啊,炸一下对手的防控 对吧,但是你看,对面这一波啊 这个海拳讲得非常的快啊 手上啊,已经瞬间有了四艘潜艇了 你看,这么多的这个潜艇啊 我们韩国跟他抢海实在抢不过啊 咱们的驱逐舰,虽然说啊,可以放一下对手潜艇的工程 但是奈何啊,对手这个潜艇的缩纳实在是太多了 对吧,好,我们拿这个飞机啊 上来把对面的这个冰眼给打掉啊 这个冰眼打掉非常的关键 因为对面啊,此时肯定在手上 再捏一个矿场 那他这样的话,他只能退矿场 他再造一个冰眼了,对吧 要不然呢,他再造一个矿场 没有任何的意义 他的那个位置啊,非常的差 好,那你看,我们的飞机啊,再自己飞 对面,你看,在家里面啊,造了很多的棍子 那我们飞机啊,也不是弹 也不说去炸掉对手的坦克什么的,对吧 我们呢,就过来慢慢炸掉对手的电厂 你看,然后啊,我们就跟对手慢慢玩操作 然后对面啊,在家里面也准备了好几个这个防空棍啊 他的这个防空棍的数量非常的高 导致咱们的这个飞机其实有点不太好 往里面炸呀 你看,有这个防空棍的数量 但是没关系 这一波啊,咱们过去强换对手的重工 你看,直接五架飞机对手重工一掉 那他是不是就不好打了呀 因为他这个时候啊,非常有可能他正在造雷达啊 准备攀高科技,对吧 咱们把他的重工一炸 那我们的优势啊,这一波就来了,对吧 好,那这样的话啊 你看,对面在上面又造了一个矿场 但是我们有五架飞机啊 我们直接过来啊,疯狂轰炸 再把对手的矿场给炸掉 你看,那这样的话啊,其实对面就非常的伤 被我们炸掉了这么多的建筑啊 已经影响到了对手很长的发展了,对吧 但是这一把,对于我们来说 还有一个非常难受的地方就是我们仍然没有制海群啊 这个地图啊,咱们盟军想把苏军给打死 那必须得有制海群 得能造的两航母过去跟对手打无限消耗才行的,对吧 要不然呢,是没有任何的机会的 好,那这一波啊,咱们也没有办法了 里面的建筑啊,有点炸不太刀 即便我们过去强换对手的这个矿场 那我们也是有点亏的 对面有两个矿场 强换中攻的话,那这一波飞机啊 我估计要基本上要死光光了,对吧 去强换这两个东西啊,非常的不好 好,那这一波啊,对面刚好准备了这个海螺 想过来防我们的飞机 那我们呢,刚好两架飞机就可以炸掉对面一个海螺,对吧 直接啊,炸掉对手两个海螺 那这一波还是挺赚的啊,对面又有一个海螺 我们再过来啊,把对面的海螺直接带走,对吧 但是你看,这一波啊,我们虽然说带走了不少海螺 但是我们的飞机的血量,其实有点危险啊 你看,我们又过来啊,炸掉一个海螺 但是这个时候,好像已经有点不太险了 你看,对面的海螺啊,已经不是一个一个的了 它现在是两个两个的,两个两个的话 我们要是想过去把它的海螺给偿换掉 那我们的飞机必然会损失的非常惨重啊 好,但是啊,我们的超级武器也已经准备好了,对吧 然后啊,我们赶快多点几个弹牙 咱们多点几个弹牙啊,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这个自航拳给它拿回来 然后我们再给咱们的这个海岸边啊,造上一个这个光的弹割 那我们想分下船长的时候啊,一发现,哎哟,对面啊,倒出来了我们造船长这个路了 好,那你看,这样的话,我们手上是有弹牙的,再配合一下这个光的坦克 那其实啊,我们有弹牙的摸对手的潜艇就会非常方便 但是很明显,这一波我们的船长啊,好像还是要站不住了 不过我们啊,手上已经造出来了一个海岸了 而且对手啊,因为前期,被我们压制的很伤啊,对吧 导致他的高科技啊,造的非常的慢 好,那我们拿了这一波飞机,赶快飞到上方 你看,对手的这个高科技造出来了,我们必须得压制一下他的这个高科技啊 赶快飞机溜个圈过来,把对手高科炸掉,对手高科卖了,高科卖了 哎,我这一波啊,就是故意骗你卖掉高科的 那你看,这一波飞机过来啊,咱们真的是雪砖 对手的两个超级大建筑都被我们给带走了,对吧 然后你看,我们现在手上啊,五个坦雅 呃,坦雅啊,去摸对手的潜艇,那真的是非常的好摸 虽然说对手干掉了我的好多的这个,船长,对吧 但是我们的坦雅来了,你看,对面的潜艇啊,打我们的坦雅没什么输出 海螺稍微有点输出啊,但是海螺没用,咱们坦雅数量啊,太多了 你看,咱们直接啊,配合海豚加上坦雅啊 是不是就完完全全的把我们的这个制海拳给他拿回来的啊 拿回来的制海拳,让我们的航母啊,就可以准备出发了 好,你看,我们呢,又造了一个冷冻兵 造了一个冷冻兵啊,就是为了防止对手从上面过来 我们可以把冷冻兵啊,飞到山上,从山上以高打敌啊 可以动住对手的一辆坦克,从来阻挡他的队形 但你要说这个地图啊,要是你给陆克摆个箭筑,你用冷冻兵啊,把箭筑一动 那就很变态了啊,那对面没有核弹,他根本就进不来 好,那我们那过来准备折磨一下陆克啊,搞一个这个雷达退下,但是哎呀,坏了,没头到 这一波咱们啊,这延迟稍微有点高啊,咱们下吹的时候,被对手啊,一下子给压死了 哎呀,那这一波咱们没有偷到对手的雷达,这个就有点不爽了 没有想到啊,他的这一波反应速度这么快,对吧,我们的雷达直接没偷到 那其实你看啊,这一波我们就非常的危险了,对面啊,也搞了一个基罗夫 然而我们的经济啊,也非常的紧张,你看,对面的基罗夫啊,很明显想过来炸我们的船长 炸我们的船长啊,就正中我们的奸计了,对吧,我们的神盾啊,先不要造,等他靠近了之后 寻找一个合适的距离再走,你看,这样的话啊,他的基罗夫就跑不掉了 我们的神盾啊,就可以在最远距离,直接把他的基罗夫给他秒杀了,对吧,你看,这一波,咱们是不是直接选择了一个基罗夫的呀 哎,我们的神盾啊,不需要太早急的把他也造出来啊 但是你看,这一波啊,其实对手的这个苏军的铁木搞出来 一旦他的这个苏军的铁木搞出来啊,其实对我们的威胁就非常的大 你看,虽然说我们手上现在其实是给飞机炸掉对手的铁木,但是对面防空太多了啊 不过我观察了一下,对手只有一个核电站,我们直接冷冻冰冻掉核电,你看,他的防空棍啊,都用不了了 我们的飞机从上面直接再飞回家,哎,那我们是不是就利用冷冻冰啊,把对手给搞停电,直接就强换掉他的这个铁木了呀 要是我不停电的话,才这么多的棍子,我们的飞机是肯定飞不进去的啊 好,那你看,我们啊,成功把自己浪费掉一个超时空的烈士兵搬回来了 不过本来啊,我们的超时空想要用好这张剃图也挺难的 对手把他的坦克给分散开,想把他的这个坦克扔到河里面 非常的不好扔了 好,那你看,那这样的话,咱们的航母啊,是不是就可以在中间的这个地盘,对对手随意轰到的呀 他的铁木不过还是又重新造了出来,不要慌啊,我们的超时空又已经准备好了,对吧 我们待会儿啊,可以给对手来一个弹牙车,用一个弹牙车直接炸掉他的铁木了,那问题也并不大 好,你看,我们在用中间的这个航母啊,过来跟对手无限打枪哈 好,但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劣势,就是我们现在手上啊,金钱 我们的经济也实在是有点太差了,造精炼剂都有点造不起 所以我们这一步啊,就没有造精炼剂,而是选择造更多的航母 好,但是啊,当我们的弹牙想过来跑到边上溜边的时候 对手这一波他的这个视野发现的也非常的好啊,你看 我们想溜到右下角,但是没溜过去 好了,现在啊,咱们得研究一下,得研究一下怎么炸掉对手的这个铁木啊,对吧 很明显啊,他的坦克散开,并且散开在铁木的旁边 第一时间过来坦克压的话,配上这个牛车 我们的坦亚非常有可能会被他的坦克或者说被他的牛车干掉,对吧 反而炸不到他的铁木,所以这一步啊,咱们技能就得用得非常的紧张 好,你看,我们现在中间的已经有了三艘航母了 那正常啊,有三艘航母就够了啊 再多航母的话,我们的经济也有点吃不消 到时候陆军啊,要是被对手打穿的话 那我们这一把的机会就比较渺茫了,对吧 这个船场的位置不是非常的好啊 咱们打算给中间啊,造一个对手陆地单位 完全打不到我们中间的一个船场 如果咱们之后啊,陆地点不住的话 还可以依靠咱们的航母取身材,对吧 好,现在我们啊,手上有三架飞机 不过这三架飞机啊,老人说,做不了什么文章啊 只能炸一下对手上路的这个冰岩啊 不过能炸一个就炸一个啊 虽然说这个冰岩,老人说我也有点嫌弃 对我们来说啊,实在是用手不乱 对面的这个铁木啊,我们也就不着急炸了 对手过来,你看我们直接过去啊,炸掉他的铁木 然后下车,但是你看,哎呀,怎么有个卡逼啊 哇靠 你看看,你看看,啊,这 就说男不男生 老是有的这个电脑啊,在关键的时候,给你卡一下 这谁都能反应的过来去,防守住这一波的啊 那你看啊,其实这一波咱们就有点不太好打了 对手的铁木啊,跑到咱们家里面了 而我们呢,这小豹子,其实还是非常怕他的铁木啊 赶快在冰岩里面造几条狗,拿狗扛伤害 用狗扛伤害的话,我们的这个豹子可受就能过去啊 追击一下对手了,对吧,你看 哎呀,但是他的这一波这个铃铺车过来的 牛车过来了,但是不用慌啊,我们手上有狗 直接上去狂暴四血鱼,点射他的,哎呀,坏了 这个豹子可是还是有点太垃圾了啊 差点要顶不住了,赶快把豹子往后面拉 上面的高科立刻卖掉啊,我们现在手上没什么钱 再继续造一下咱们的这一些豹子可受的,对吧 你看,对手这一波坦克数量非常多啊 赶快用飞机过来炸一下对手坦克 然后再用航母过来啊,也炸一下对手坦克 然后我们再用碉堡过来抗一下伤害,你看 对手这一波啊,牛车脱铁了,咱们赶快趁住这个机会 对手,哎呀,牛车又被我们的冷漏杯给动了 我们直接抓住机会,点射对吧 然后再用航母直接分成两波兵,直接炸掉对手两个坦克 好,那你看,我们现在啊,优势不就非常的大了吗,对吧 对手现在啊,他好像把他的基地都给卖了 手上啊,实在是没有钱了 那最后的这一个铁幕,我们只剩啊,这么多的这个三星飞机 一波炸掉他的铁铁,那是完全的OK,没有问题啊,对不对 好,我们先用飞机啊,过来扛一下伤害 然后直接用这个小飞机过来炸对手的铁幕 成功啊,把对手的铁幕逼出来了 不过他的作用功,也还是被我们给搞定了,对吧 咱们这一把就一波小心了,又赢了 好的,感谢各位的点赞与关注啊 兄弟们,这一把这么精彩啊,我觉得OK 点赞关注应该完全OK,没有问题啊,对不对 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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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